薄皮大馅 鸡菜猪肉饺子 来一个必备的辣椒醋水 大家好 我是老猫 今天煲饺子 鸡菜猪肉馅 做之前先把今天的俯卧称做了 昨天的视频刚发 数据出不来 所以我就看了前天视频收到了1153个赞 23个俯卧称 但是23个俯卧称对老猫来说太轻松了 咱们就加到30个 30个都快到极限了 加油了 做饺子 煲饺子 今天用的猪肉是铁骨黑猪 六两个肉馅 三分肥 七分瘦 生姜末和小葱花 起到一个去腥增香的作用 加鸡菜 鸡菜是已经切碎了的 这一弄又是一锅呀 加盐 酱油 香油 顺着一个方向搅上劲 这边的饺子皮特别大 这一盒4块5 30张 比咱们那边要贵呢 剥出来绝对是大个儿的饺子 我发现这边的饺子皮特别硬 得抹一些水 给边上必须抹一圈水 不然的话粘不住 要使劲捏 每一个都是薄皮大馅 下饺子 薄皮大馅鸡菜猪肉饺子 来一个必备的辣椒醋 开碟 太空空 感情出越起来 你走 别前怀 欢笑 嗯 哇好吃 绝了 这是我最近吃的最爽的一顿了 嗯 薄皮大馅 哇 来个蒜 嗯 大饺子太香了 一口一个 辣椒臭水 站着真的过夜 嗯 这饺子 饺子皮比较硬 但是煮出来又非常的爽滑劲道 跟咱们那边的饺子皮不一样 饺子配蒜 你试试 嗯 很爽的 最后一个 太美了 吃完喝一碗饺子烫 美得很 今天视频就拍到这了 咱们明天见 拜拜